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既然总结了八种错误问题 我们也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好的优美的舒适的灯光作品呢 优美的灯光作品它具有哪些设计上面的特质呢 所以本节课程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主题 目的是帮大家了解优质的灯光设计作品的特点与感觉 训练对于灯光的敏感度 逐步提升大家对于作品中间的灯光把控能力 好的 我们来进入正题 那好的灯光作品的特点 我觉得第一点一定是非常的简单 不复杂 但是却很有感染力的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看这样一个场景 这个博物馆 这个展厅里面我们第一眼看到了是两个雕塑 而且这两个雕塑它们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优美 在灯光下面熠熠生灰 让我们感觉非常想近距离的去观赏 去欣赏它 那这么简单的灯光手法 它的做法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就是采用了45度角正上方投射的重点照明 选择合适的色温 合适的角度 合适的安装位置 有一定的照度比和照明层次 让整个展厅里面会形成你的视觉焦点 被相应的雕塑所吸引 那我们这样看一个场景可能还不够有感觉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还记得在上一节概念中间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场景吗 那个场景是来自于巴尼的卢浮宫 卢浮宫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博物馆 有很多灯光做得很细腻的地方 但是也有一些灯光层次做得不太够的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同样的两个博物馆的场景的对比 左边的这一幅我们看到它是很平淡的 不能够激起你的一个视觉焦点和一个光赏兴趣 但是右边的这一个场景 它采用了简单清晰的重点照明的手法 所以会让你觉得这个场景中间雕塑非常的活灵活现 非常的具有生命力 具有感染力 那好的灯光作品具备的第二个特点呢 我觉得是有着细腻丰富的灯光层次 其实灯光的层次是非常考验设计师的功底的 层次太多会让你觉得灯光布置的太多 又犯了第一个错误 但是如果层次不够 那又陷入了整个环境是一个通量没有焦点 没有重点 没有美感的一个误区 所以怎么样把控灯光的层次做得细腻又生动又具有美感 是非常考验功利的一件事 那我们看这是一个酒店的大堂 这个酒店是国内的第一家华裔酒店 我们看到它的灯光的场景分为了雷几个部分呢 它其实分为了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的光 以及密面照明 所以有四个维度的灯光 那我们看到高处的光实际上是安装在天花类部的灯具 中部的光呢 实际上是通过上面的射灯来进行 把中间的漂浮的艺术品把它进行照亮 形成一定的反射光 让中间的艺术品再发光 所以这是一个中部层次的光 它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而低位的灯光就包括大堂巴 沙发附近的落地灯台灯 因为低位的光是能够营造 让人放松舒适 而且相对于私密的氛围的 我们在酒店大堂巴经常是见见朋友 聊聊天 谈个事 所以呢 我们一定是需要有一点一点的小层次和小氛围 通过这样灯光的界定 把一桌沙发的人圈定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 那第四个维度呢 就是密面的光 大家看到 这个密面 它其实是有定制了很多艺术品 这些日术品需要洗墙的光把它进行照亮 所以整个灯光层次做的上中下平面 逆面都有 它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们也把这一个场景和上一节我们讲过的那个酒店进行对比 大家会发现同样的是酒店大堂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的这个酒店大堂 它是平平淡淡的 没有视觉焦点 也不具备引导性的 但是右边的这一个星级酒店里面 它的灯光的层次非常的细腻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会觉得很舒服 但是又颇具有美感 好的灯光作品还具备的第三个特质呢 就是会完全的掌握所有灯光的效果 那对应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上一讲也讲到 实类设计师厂犯的灯光错误里面 有一点就是没有全盘的去考虑灯光 对吗 那我们对比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餐厅 虽然随着疫情的原因 现在很多餐饮受到重创 但是毕竟民以食为天 餐饮店铺的设计 在疫情过后 我觉得还会依然是如火如荼 因为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不变的需求 但是对于吃 我们也不仅只是停留在食物 而对环境也有了很高的要求 因为在这种社交媒体的情况下 怎么样把环境做好 把灯光做好 让拍出来的环境漂亮 菜漂亮 这都需要灯光的功劳 那我们看这一个灯光的场景中间 它掌握了哪些灯光效果呢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满足就餐的灯光 对吧 因为我们去餐厅吃饭 餐桌上面的光决定了菜品上来之后 是不照得漂亮 所以这个餐厅的重点光 餐桌上面采用了定制的灯具 匹配餐饮专用的这种光源 那光束角和照度都刚刚合适 注意的是一定要考虑餐桌的材质 是不是反射系数太高 第二个层次呢 就是在餐厅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装饰物 比如说墙面的这样的装饰格子里面 有很多铜炉 那摆翻在一起 做了一个主题性的一个装饰 所以这个装饰呢 内部暗藏了小射灯和灯带 进行对于这些铜炉的照明 让整个逆面表现得非常的好看 第三个层次 就是在这边的厅和内厅之间 有一个过渡 那这个过渡呢 两侧安装了臂灯 这个臂灯实际上 它起到了一个 画龙点睛的一个装点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次 就是壁面的照明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有着中式意境风格的一个火锅餐厅 那这种铜炉火锅 它都和中国的这种装饰化是非常匹配的 那么对于墙面 我们看到的年复的装饰化 采用了全部的泪透光进行照明 不仅非常有意境 而且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漂亮 形成了一整幅卷轴 伤水化的效果 所以整个餐厅中间的照明设计 是考虑到了每一个地方应有的特点 以及应该表达的主题效果 它是能够很好的掌控了灯光的效果 同样我们来对比一下 左边这一张呢 可能是我们常见的很多大排档 或者普通餐厅 那就是通过均匀布置灯光的手法 让每一个桌上面都堂堂亮亮的 以一模一样的照度 那右边的这一个呢 是通过了全盘的去考虑灯光的应用效果和层次 结合重点光 内透光 向上投射的光 以及局部的重点光等等手法 来掌握一个空间该有的灯光效果 那我们接着再讲一下看 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要能够体现室内设计的特色 那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一张图 这也是一个酒店的过道 这是意大利的一个精品酒店 大家知道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 是有过非常多好看的壁画 这也是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 所以这一家酒店的室内设计呢 就采用了这样一些现代化造型的 线条简单的穹顶 穹顶的内部铺设了 规划了非常多好看的壁画 那这些壁画 其实它是空间的室内设计的特点 那灯光怎么样去造呢 大家看到 它在两个弧形的末端 暗藏了向上投射的洗墙灯 所以能够把暗藏在内部的这种壁画 进行非常均匀 有很漂亮的照亮 整一个连续的过道 你就看到这个穹顶是非常吸引人的 这种特色被完全的表达出来了 那另外的反面案例 就是我们在上一讲讲过的 这一个没有体现 它的罗马柱雕花这些细节的过道 就显得非常的暗淡无光 那对于凸显室内设计特色的灯光来说 我觉得喜茶的店铺设计 在这上面是做得非常好的 喜茶的很多店面呢 每一家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所以它的灯光 其实都会去契合它的室内设计的主题 比如说第一张图片 我们看到的这是新加坡的克拉码头的白日梦店 这个店我是去过现场的 它是开在当地的一个非常娱乐化 很集中的一个码头 然后周边都是非常时尚的一个年轻人的社区 所以这一家白日梦店 它的主题其实是采用非常科幻的 动感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所以整个天花上面其实是这种镂空的一个镂空板 然后结合了灯带 有一些星星点点的镂空的效果 同时中间的桌台的设计结合了灯柱 大家看到这一排一排的白色的灯柱 它其实是一个桌台的中心 这个灯柱它本身是发光的 很有科技感 另外它还可以随着音乐有律动 所以更体现了这种年轻人好玩的音乐的节奏 那第二张图呢 是喜茶在厦门的一家店 这家店的室内的设计风格 以这种山水青石蝉翼为主的风格 所以你看到里面用到的牧师面 食材 还有装饰性的这样的树枝 都是非常具有中式意境 所以它的灯光其实是虐待一点禅意 那大家看到更多的采用了间接照明的手法 从上往下的灯槽 以及低位安装的灯光 还有定制的小型的立柱上面的射灯 去保证重点照明 这样的手法都非常的温润 又不粗粗 又不会产生视觉的噪音 所以整个与环境的风格非常的协调 那我们再看到第三个店 这一个店是喜茶成都的粉红店 也叫Pink店 那这个店主打的是女性风格的这种设计 所以怎么样体现女性的潮和萌 这样的一些特点呢 大家看到它选择了一些牛苏形状的装饰灯去表现 同时采用了线形灯 去暗藏在空间的这种流动性的溺柱中间 去很好地表达了流线性的柔美的这种节奏 所以好的灯光作品 它一定是契合室内特色 并且能够去凸显这种室内设计特色的 它不会强调风潮 它更会为室内设计的特点 去添上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那第五个特点呢 一定是好的灯光作品会让人的视觉非常的舒适 那我们看到这两张图 同样是机场的过道 你会觉得你走过哪一个过道更舒服呢 左边的这一张是东京的成田机场 那当时我们在下机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 但是整个灯光非常的舒服 因为大家看到第一灯光的布置 它是和这一个过道的动线很匹配的 所以从空间的构图上面来 它是非常的协调 具有美感对称性 第二呢 就是所有的灯光 它其实都是防眩的和间接照明的设置 那主要的灯光是在天花上面 在暗槽向上仿光之后 再进行间接照明 所以我们看不到直接的光源 形成了非常舒适的效果 对比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 北京的首都机场的过道 那就是明晃晃的 安排了一点又一点的 这种点状的射灯 非常密密麻麻的矩阵 不仅是灯具成本上面造价非常的高 而且没有美感 反倒还让人有炫光不舒适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考虑怎么样去安装灯具 来获得最大的视觉舒适感 这也是考验设计师能力的一个方面 另外第六点呢 就是好的灯光作品 它一定是能够唤起我们人心中的情感的 这两张图大家看到 都是一个地方 都是故宫对吗 我们看到的左边这一张图 是故宫日常的这种照明模式 在日常的照明模式里面 红墙 中国的这种牛尼瓦 在灯光的映尘下面 显得非常的有宏伟的气势 它能让我们一看到这样的场景 就想起中国的历史 中国博大精神的文化 以及我们国家的壮大 但是我们再看右边这一张图 看到这样的场景 你会觉得 这还是我们心中那个专严 拥有着权威的故宫吗 你只会觉得他花了很多钱 他很豪 但是你不觉得他很神圣 不会让你有那种崇敬 专严的感觉 所以灯光的设计是能够唤起我们人心中的情感的 好的灯光设计作品不一定是花了很多钱 但是它一定能够触动到你对于心中感知的内心的世界 那类似这样的案例呢 还比比皆是 大家也可以去回顾一下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过 有些项目花了很多钱 做得非常的复杂 但是却没有让你产生美感 好的 我们回顾一下本节课程到底讲了什么 我们分享了好的灯光作品具备的六大特质 它应该是简单 却富有感染力的 应该是具备细腻丰富的灯光层次的 应该是能够完全的掌握所有灯光的效果 能够体现实类设计的特色的 它能够让我们使用者觉得眼睛舒服 身体舒服 同时还能够唤起我们心中的情感 那本节课程之后的小练习 就是想让大家回忆一下 曾经最打动你的灯光案例是哪一个呢 你分析一下它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 把你的答案和收获写在下方评论区吧 老师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你哦 本节课程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